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就得无上菩提 那就转发轮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之后 而入无语涅槃 佛入涅槃之后 他那个法还继续利益众生 利益多长呢 一节 或者简一节 比一节稍微少一点 不过若一节若简一节 有的经论 它是说 一节或者是一节有余 就是比一节多一点 这个经论 有的是说比一节简一些 有的是说比一节多一些 这经论有一些出入 那我们罗史的翻译 这里说出发心的时候 就得无上正等菩提 如果大家对照一下 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 这个地方 它是这么翻的 它说 有菩萨摩萨 先已修习六波罗蜜多 出发心已 便能辗转 正得无上正等菩提 它多辗转两个字 并不是说 刚发心就马上得无上菩提 玄奘大师的大波尔经 它是说 出发心之后 便能辗转 正得无上正等菩提 第十六类的菩萨 这个也是立根的菩萨 菩萨出发意识 与波罗蜜相应 还有与无量百千亿的菩萨 有诸佛国 为敬佛世界故 我们看大师的解释 解释第十四类的菩萨 为什么出发心 就马上能够入菩萨位 都不对转 这菩萨那么厉害吗 这里 我们看论的解说 有三种菩萨 立根心间 他根性都是非常立 发心也是非常坚固的 当他们还没发无上菩提心之前 事实上已经很久很久以来 已经在 在累积 无量的福德智慧了 那时候他们还没遇到佛 不知道发无上菩提心 不过已经不断的在累积 福德跟智慧 那么这样的立根心间的菩萨 遇到佛以后 听闻大圣法 发无上菩提心 马上就行六菩提心 入菩萨位 入菩萨正经理生 而得不对转地 那为什么他能这样子呢 因为他之前 发无上菩提心之前 已经及无量的福德 而且他立根 发心也很坚固 还有从佛听闻佛法 所以在对菩萨要几个因缘记足 第一个发心之前 他要无量的福德 而且他是立根的 他发心要坚固 还要听闻佛法发大心 有福德有智慧 譬如远行 我们要到远的地方去 有的就乘阳而去 有的乘马而去 有的乘神通去 那乘阳的话 那很久很久才会到 如果乘马的话 就稍微快一点 比乘阳稍微快一点 那如果是乘神通的话 那一发心 那马上就到了 所以不要怀疑 说为什么他刚出发心 就马上得到不对转 这一点就像神通一样 那很快就到了 神通向耳 神通就是如此 不要深怀疑 菩萨也是一样 发无上伯利心的时候 就入菩萨位 底下别是 成阳行 成马行 跟成神通行的三类菩萨 成阳行的菩萨 有的菩萨初发心 开始发心的时候还好 不过之后 夹杂种种的恶念 或者是贪着 贪着功德 经常生起这样的念头 我求佛道 以种种功德 回向无上菩提 那什么时候 可以赶快成佛 有些人就 比较会想这些 那这一类的人 久久无量阿生集结 有的可以到达他的目的 有的虽然是发心 不一定能够成就 他过去式的福德因缘 比较薄 加上顿根 发心又不坚固 那就如成阳行 成阳的这一类的菩萨 另外有成马行的菩萨 有人前世 他比上一类的成阳行的菩萨 稍微有点福德 比上一类菩萨 也稍微比较立根 稍微比较立根 不过比起下面的神通行的人 他还是顿根 我们看一下1111的 1111的讲义 角注175 角注175 这边有三种发心 成阳 成马 跟成神通 成阳的 就是初发心算是好 之后夹杂恶拉或执着我 那久久无量阿僧基杰 有的可以达得到 有的达不到 这一类的菩萨 是最多福少 是顿根的 先是福德因缘博 也顿根 成马的 发心形六度 当然也得三阿僧基杰 也得百阿僧基杰 才成就无上菩提 他是最少福多 他也是顿根 成神通的 先及无量福德 他才是立根心间 他是清静福德 所以立根的成神通行 他又有三类 第一类是发心 即得菩萨道 这个就是第十四类的菩萨 结果入菩萨位不推转 再来发心即成佛 这个指的是第十五类的 成就无上菩提传法轮 再来发心得六神通 观诸净土 这是集中种净土庄严 还有创立净土 让众生有一个 好好的修学环境 这是第十六类的菩萨 为敬佛世界故 这三种立根心间的菩萨 十四 十五 十六 这都是成神通行的 再加上成阳行 成麻行 所以一共有五种菩萨